打开简书的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右下角有一个回到顶部的功能 那么我们带大家做一下这个功能 打开我们的页面 然后呢打开我们的代码 我们说 右下角的这个按钮写在哪最合适呢 其实 它呢 代码量非常的少 你单独去写一个组件实际上不合适 我们呢可以打开home这个组件的index.js文件 这就是home这个组件 大家可以看到 它呢拆的已经很细了 这个组件里的代码很少 所以不妨呢 我们就把这个返回顶部的组件啊 就写在index.js里面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想细分也是ok的 这里我就不细分了 首先呢我做一个布局 这里这个组件起名字 我们就叫做backtop 这里呢 我就布局样式简化一下啊 就是回到顶部 OK 它呢给它一个样式 我们看有没有从steal里引 没有 我们引一下import backtop from 当前录下的steal这个文件 好 我们到steal里面去写一下backtop ok 它的position fixed wise 60px height 60px landheight 60px text align center order epx 锁里 警号 CCC吧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看一下 我们往下翻 它在哪里 它在这儿啊 我们调整一下代码 fixed 问题我们看一下啊 叫做position fixed 后面这个分号 我写成了一个冒号 所以改一下就可以了 保存 刷 right呢 我们应该给它100px 再保存 回来 它终于显示到 它该有的这个右下角的位置上了 那字体呢 我可以给它小一点 回到顶部 我们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布局 当点击它的时候呢 我希望页面啊 滚回到顶部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打开我们的js文件 这块呢 我们可以写个顶部吧 给它绑定一个事件 叫做on click 等于 这块呢 其实它和这个reducer 它的关联就不大了 它只是简单的回到顶部 所以你呢 可以这么去写 onclick 等于this点 handle screw top 当然呢 这个screwtop并不存在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handle scripttop写在这里 很简单 window.screw to 叫这个方法 左侧是零 顶部是零 这么一保存 我们再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我往下多加载点内容 然后点击顶部 大家看就会到顶部了 当然了这里呢 大家可以自己啊 再去写些动画效果 都是OK的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呢 我这个组件 实际上它是一个UI组件 UI组件 你不应该负责这样的逻辑 其实它不是确定的 UI组件里你少量的逻辑存在 也是OK的 所以怎么简单 我们怎么来实现就行 不必太过拘泥于这种繁文乳节啊 我们继续 那么官网上 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你往下拖的时候 超过手屏的时候 它才显示 当你回到顶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没了 那这个功能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要通过一个变量 来保存这个 backtop的展示或者隐藏 所以我们打开store 点击进入reducer 在reducer里面 我们写一个变量 叫做show scroll 默认它是false 不显示 然后打开我们的index.js 也就是home下面的index.js 我们呢 要去store里面拿数据 拿到这个数据 const mapstate state 我们拿什么数据呢 拿这个show scroll state.getin home下面的show scroll 然后我们这么去写啊 mapstate 一定要传给connect方法的 第一个参数 千万不要忘了 保存 这块 我就可以写一个 三远运算符 this.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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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如果是tr的话 我显示这个backtop 否则的话 我就显示一个none 保存 咱们到页面响看一下 它说呢 你这里show scroll没有被定义 我们翻一下代码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呢 错误其实在这儿 你的connect方法 第一个参数 我写错了 复制错了 应该是mapstate 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看 刷新 这个时候没问题 大家看 它也不显示出来了 那如果我把reducer的这个值 改成true的话 它就显示出来了 即使控制它的显示隐藏 我们就是控制reducer里面的 这个数据的true和false 接着 我们在index.js里 继续写逻辑 componentd的mount里面 我们写一个这样的方法 叫做this.bandevents 绑定一些事件 绑定什么样的事件呢 我们要监听window的scroll事件 所以在这儿写window.add event listener scroll 好 当今天它滚动的时候 我要去干什么呢 我要去改变store里的这个值的true和false 所以它和store有关系 我们就要调用this.props.什么东西 点什么呢 叫做change scroll top show OK 我们在这里调这个方法 咱们呢 保存一下 在这儿console.log e 它可以接收到一个事件对象啊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 打开控制台 大家来看 在我上下滚动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事件就打印出来了 接着我们回到代码 我在这儿呢 不打印 e 我打印什么 我把这个e去掉 我打印 document their document element their scroll top 保存 咱们来看 当你往上拖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值是变化的 OK 也就是你现在滚动的这个距离 我能打印出来了 我希望它大于400的时候 才显示 怎么做 我们这么做 if 它大于400 那么我要让它显示 否则我要让它隐藏 让screwtop 隐藏或者显示 怎么办 我们要改这个数据 改reducer里面的数据 数据发生变化了 它就会显示或者隐藏 怎么改 一定要派发action来改 所以dispatch 我们要派发action 所以我们要通过actioncreator 创建一个action 这块代码实际上我们可以经典一下 OK 下面这块我们也去派发一个action 都去派发action 叫做什么 叫做toggle topshow 好 都掉一个action 只不过传一个餐 如果大于400 我让它显示 否则我让它隐藏 那么我就去创建这样的一个action 找到我们store目录下的actioncreator export const 等于 它会接受一个参数 叫做flag 或者叫做show 他让一个对象出去 tap叫做toggle 当然这里写constants 我们复制一个 拼错了 点toggle togglescrewshow screwtop OK 然后再传一个show过去 当然这个长量是没有的 我需要在constant字里面去定义一个 定义好了之后 这个action就会被触发 触发传给了谁呢 就去传给了reducer 所以我们在reducer里面再要写一个case 这块都加上分号 它接收的这个constant值是togglescrewtop 所以到这里我们写togglescrewtop 它呢只要改变一个值就行了 就是这个screwtop的值 变成谁啊 action.r show即可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啊 大家来看 一开始 它是隐藏的 当往下拖 它还是隐藏的 看一下控制台 报不报错 往上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有可能是我们这个500的值啊 设置的比较高了 我们可以设置的小一点 我们回到index.js里面 给它的这个判断改成100 保存 我们再到网页上 往下拖出现 往上拖隐藏 我们的功能就做好了 当然呢 你还要注意一点 也就是 当你创建这个组件 组件挂载完成之后呢 你往window上面去绑定了一个screw的事件监听 当组件被从页面上移除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screw事件啊 再从window上移除 那怎么做呢 你要这么写 叫component 我们写在上面吧 component view unmount这个生命周期钩子 它会在组件即将被销毁的时候执行 那组件销毁 你对应的这个事件啊 也要结绑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window点 remove event listener screw 然后这块写成一样就ok了 这个时候 当组件销毁的时候呢 你顺带着把window全局的这个事件绑定 也给它去除了 这样的话 这个组件的事件 就不会影响其他的组件 好 写到这儿 我们返回顶部的功能也写完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代码的调优 打开我们的 reducer 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啊 你switch语句里面 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庞大 如果你想精简一些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么写 当你change home data的时候 你可以在上面定一个 change home data的方法 让它等一个函数 它呢 接收一个state 接收一个action 在这儿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把这段话拿出来 写在这里 然后把它return出去 那么 这个switch语句里面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 change home data 然后把state放在这儿 当然这块呢 是action on啊 下面我看一下 都没问题 刚才可能改错了 这块我们写成action 就可以了 那同理 我们呢 再去写一个 这个 add article list的方法 代码呢 封撞一下 const add article list 一样的 接收两个参数 然后呢 它返回一个state出去 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放到这里 OK return add article list state 多少action 这样写完了呢 我们的这个switch语句 看起来就很清晰了 当你去改变home data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home data方法 去改变数据 好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reducer 结构更加的明确一些 那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